嘩!很棒 我第一次不在地上的銷售中心 上到二十多樓 完全可以俯視到整個中山的城市 就是了 第一次有中山的發展商 願意將自己的銷售部有底氣 做到上去二十一樓 其他的發展商方寫 你也看不到吧 是啊 我們一出去 看到很多地標都已經看到了 看到利和、金鷹等等 看到逆翠縣5B期的 挺直觀的 是啊!整個逆翠縣 是啊 5B非常直觀 是啊! 喂喂喂 Ada Coco City 真的很近 是啊!走路 一條街 就是走過了一條街 經過了那個是中國聯通的 總部 就是你現在看到有個 色彩的球場 那個籃球場 是啊!那一條是中國聯通 是啊! 接著過中國聯通就到了Coco City 走路過去 真是十分之近 將來這條長江路 因為我們現在看南邊 一條長江路過去 那邊 五桂山下邊 那邊就是新人民醫院的新寺 哦! 將來在那邊 接著如果我們返珠 即是我們經過廣珠澳大橋 這裡直撐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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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 是啊! 跟著就可以連著這個坦 hall 是啊!就直接上坦 hall 是啊!直接上坦 hall 真的很快 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辅邀请,是赴若成·遵御 其实我们很特别的 平时看房子和售楼部都在地面 还有大小招牌 当然你看不到 但这个发展商很有底气 将售楼部做到21楼 沒錯 你是目標性來看房子 一看到的時候 其實這裡很直觀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一期的情況 以及看到我們的商業部分 商場等等 這裡比看沙盤更棒 沒錯 因為很直觀 現在我覺得最現實的問題是 眼見為實 樣樣都看得到 不用畫餅仔 在我們前面有五棟樓 這是我們現在的一期的部分 二、三期地已經安排好了 還未動工 因為它要先做一個魔線 對 現在現成這段時間的商業 我們現在站在寫字樓這棟 旁邊還有一棟公園 將會開售 有兩棟A、B棟 然後這邊應該都是公園 都是公園 我以為它的樣子像寫字樓 都是公園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下面 在我們這個墨的頂樓 有尖叫樂園 是的 有尖叫樂園 發展商或商場的頂樓 都不會做到這麼帥 即是很隨便有鋪都算好 有很多設備 封口、機械 全部在高層看下去 很難看 是的 這裡不會 是的 這裡做得非常帥 雖然我們只有一棟 還有二棟、三棟還未開 但你會看到一棟的樹 是已經 全補大破 是的 很茂盛 沒錯 不是買了一些小樹苗 讓它慢慢生 我們先看看這裡 不如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我們這個項目的區域和沙盤 究竟在哪裏 究竟在附近是否方便 香港有沒有直通車等等 接著街樓的質量會怎樣 慢慢地我們會介紹一下 是的 我們現在先介紹一下 我們先介紹一下區域 其實我們的位置在哪裏 其實我們現在在富日城 富日城這個位置在長江路和宣問東路 其實長江路可能很多觀眾朋友都認識 因為長江路直去的時候 這邊其實就是旗江新城 再前一點這邊就是中山108 坤月虎那些都在這邊 而富日城未到之前大約300米 這裡就是我們的星河Coco City 相信很多公眾朋友都會認識到 兩個商場這麼近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Coco City因為宣問東路的這一邊 下面就是屬於東區 而這一邊由我們富日城開始上 這一塊就是屬於澳頭 就是屬於火具開發區 所以為什麼這麼近會有兩個大商場呢 因為大家都是屬於不同的一個行政區 所以就會這麼近有兩個 大家都是該區的重點的一個大型商場 其實我們說一下如果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怎樣過來 其實現成的有第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中廣通 香港直接坐車 就是在Coco City那裡下車 又或者我們可以去永東車站 就過來紫白靈公園這一邊 就是聖景尚峰這一邊下車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9月8日 富日城就會開業 到時就會簽了榮里 榮里跟中旅合併了 我們自己也有一個站 因為榮里跟中旅合作了 其實全香港區只有中旅車隊才會有站 其實全部都是新界九龍 所以它的涵抗量特別多 也是一個小時一班車 到尾班車大概8點多小時 因為在中港車現在來說 最晚的那班車就是榮東 9點鐘就是尾班車 回到深圳灣或者香港其他地方 除了這幾個車隊之外 其實我們博覽中心這邊 其實開了深中通道之後 就會有一個 深中接駁巴士 沒錯 它之前說了24 但現在暫時是由9點半到9點半 12個小時而已 我們都會在前海的夢工場那邊 就直接可以乘車過來 而夢工場怎樣去呢 我們可以在深圳搭地鐵 又或者深圳灣那裡 有一些循環線 可以直接去夢工場 5元而已 然後就直接在那個站 去到夢工場的站點 就可以轉回這些 有些專線的車 循環的車可以過來這邊 這裡就是綠路 是 而水路的情況之下 本身就是舊的碼頭 中山港就是這裡的 而新的碼頭就會在芳芳島那邊 暫時都未正式使用 而舊的碼頭我們在香港搭船 船程過來90分鐘 接著過來這邊就大約10至20分鐘 而新的碼頭就是我們船程大約50分鐘 但車程過來就可能要20至30分鐘 都會比以前更加快的 又或者我們可以在自駕上來的情況下 可以走廣珠澳大橋 然後沿著坦州快線 然後直接進到這一邊 然後可以直踩長江路 然後可以回來 其實也很快 我記得不用50分鐘 是 沒錯 這些就是略略我們現在在香港 可以過到來這個項目的情況 嗯 其實過到來中山 如果你真的定居在這裡生活 你總要知道這裡附近 我不行一走自己的樓 就有點悶 是的 我要出去吃吃吃東西 剛才菲姐提到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長江路 和橫橫的孫文東路的一個交戶處 其實中山的主城區是很簡單的 三橫三縱 第一個橫就是 是孫文東 平行的是中山路 第三條是磅外路 而住的是長江路 起灣道 和我們的興中道 就是我們市政府所在的那條路 一個正好一個井字形的 而在孫文東 我們要出去最近的 除了現在我們的庫日城 自己可以喝茶之外 走前一點就會往中山路方向 就會有香港朋友很熟悉的海港式 這裡坐過滴滴過去 都是不用跳標的 是真的幾元雞可以解決的問題 當然走路是有點遠的 然後再往前面 就是可以去城景上風雙圈 城景上風雙圈那一帶 就有很多食街的 這裡都是點對點 說坐的士過去 或者坐的滴過去 應該都是十幾元而已 就可以解決了 然後你剛才說過 我們如果要坐車 我們不是有一個行政服務中心嗎 其實這裡行政服務中心 它除了可以坐車之外 就所有你在中山要辦的 和你生活起居相關的 一些政府部門的事情 基本上都集中在這裡 這個就叫遠陽城的片區 在我們的項目 就直接走長江路 下去轉個彎 都是在講三五分鐘的車程 就到了 生活渠道是很方便的 這邊就是往東區方向 如果我們想往石旗方向 怎麼走呢 就是更簡單 門口一條宣民東一直走 那就已經可以去到我們金鷹 其實都是過兩三個行路燈口而已 是同一條路上的 因為金鷹門口都是宣民東路 然後金鷹背後再往前 再進入老石旗方向 去回大信金座 都是非常之近的 因為中山城區其實真的不大 就算去到最遠的金座 即是大信雙圈的話 點對點都是十多 十五分鐘左右的車程已經到了 那公園又可以去哪裡呢 宣民路上回來長江路方向 剛才說了盛景上風那裡 就有一個很大型的紫馬嶺公園 那裡都是非常之適合散步運動的 健身就更加不用說了 因為首先自己項目 就已經有室內外的泳池 旁邊Coco City也都有 這些也是現成的 其實周邊紫馬嶺公園都有標準泳道 所以如果要休閒、娛樂、健身 全部是你五到十分鐘的生活 半徑範圍內 即是全部都可以滿足了 Ada 我們吃就知道 交通就知道 附近有沒有醫院或者街市 街市其實在我們項目 就是我們的北門樓下 那條小路走路就可以了 走前一點就是蠔頭市場 這個就是很傳統的那種 街市 濕街市 我知道 我有去過 是的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去街市 因為超市 永旺裡面已經很 就是醫食住行生鮮 你解決了 如果你說天氣熱了 不要走那麼遠了 其實就不需要的 是的 醫療是怎樣呢 因為中山我們有三個三教醫院 在城區 一個就是人民醫院 一個就是大家很知道的 西區邊區的新中醫院 我們這裡去新中醫院 有些距離 但是我們近的是另外兩個 因為剛才說了 孫文東路一直上網 大信到金座才說15分鐘 而這15分鐘車程裡面 就在金鷹往前走到一個路口 就已經是我們中山市的人民醫院了 這個是人民醫院現在的舊子 我們其實新人民醫院也正在建 將來新的人民醫院 就是一條長江路下去 就往五桂山方向 過了我們遠陽城的背後 就已經是我們新的人民醫院 因為長江路這條路是快速通道來的 全程沒有紅路燈 所以過去都是只有五分鐘而已 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一個博愛醫院 也是很近 博愛醫院我們也是一條長江路過回去 轉博愛路就可以了 也是五分鐘而已 所以說市區三個三甲醫院 有兩個三甲醫院都是五分鐘範圍內 是的 現在我們找到內場的一個小壽同事 小丸子就跟我們去介紹一個項目本身 其實我自己先講一下我的感受 我自己開車進來 現在停下來的負二層提升的場 作為一個司機 我覺得體驗感非常好 因為中山局大的商場 平時我很怕開入地下停車場 一來那些車位超窄 路有窄 停完之後開門都是要這樣倒閉下來的 這裡真的完全不怕 可以附圖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停完車 我自己也拍了一張照片 你跟我們介紹一下項目的本身情況 我們的項目是位於長江路和宣民東路交匯署 長江路政府設置了20個月來打造 其中一個夏川式的隧道 可以到商業的負二層車庫 應該叫做地下隧道 可以到商業的負二層車庫 整個長江路是唯一這樣的項目 所以它的交通便利是非常好的 而我們的項目佔地是178畝 它有68萬平方米的大型中合體 它是由兩部份構成的 這是商業後面的中餘小區的住宅 我們先看看商業部份 因為住宅我們稍後會詳細去介紹 但各位朋友都很關心 我住這個地方到底生活方不方便 可以享受到什麼配套 要多久可以到 富逸城中餘的頭部 現在是入住了永旺超市、富逸演員 Milane、密書店、IT、UR 現在來加劇、時代健身和星際轉期 招商同時說已經有90%多的 已經入住了 將於今年的9月8日就會開業 即是現在還未到一個月 是的,很快了 即是倒數未到一個月的時候就已經可以開業了 嗯 我看到其實中山不缺大型商場 我們走前一點 300米也有一個Coco City 這裡和Coco City最大的差別 它的招商上是否更豐富呢 因為我看到你們其實做事做得很政治 它應該會走一個差異化的路線 嗯 不可以說仍有我有 有些品牌是新任信入中山的 哦,有些新的品牌 是,會值得期待的 好,OK 因為我剛才聽你說過的那些 永旺以前在石旗舊區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每個月 我們家都會去採購一次 即是會買零食 還有買一些生活必需品 現在搬了過來這邊 我覺得可能會更方便 因為以前那裡停車實在太困難了 我們這邊商業有三千多個停車位 所以停車位是足夠的 有三層的車庫 嗯,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因為中山,他剛才提到的地下隧道 直接可以進入商場的停車場 中山除了這裏,附近只有利和廣場游 已經沒有第三個項目 所以可見政府對這個項目的期望有多大 但其實我們看到現在商業部份 是9月8日發行 陸續續已經裝修得差不多了 那那我們是否還有一些直達車 等呢 是啊 我們我們現在走走走走我們 在小市北門附近的一個位置 嗯 這個位置的這個站點是榮里的 其中一個站點可以直接到 sin 所以在那邊或的香港都是直到很方便的 榮里这个车站现在未通的? 现在未通,是9月8日 即是跟商场同步? 同步的 即是如果近期这个月左右有过来的朋友 可以在前面300米 Coco City 楼下下车 那边也有车 以后就直接到自己的奥运门口 是的,很方便 而且我们门口也在市内也很方便 有一个BRT的发出公交议币 它贯通了整个中山市的市区 2元就可以走到市区那边吃东西 所以就很方便 如果香港朋友过来中山定居生活的话 市外你就可以乘搭榮里 市内你就可以坐我们的快速公交 它是专车专道的 所以就不怕塞车 好,OK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商场 到时商场那边开业 我们都会跟各位更新一些实况 那住宅部分现在是怎样的呢? 我们住宅占地是128畝 整个小区有19栋建筑物组成 有一栋是幼儿园 而整个小区有南门和北门两个门口 都是人车分流的小区 完全是人车分流的 完全是人车分流的 从小区南门进来 你会看到一个阶梯式的噴泉就在这个位置 往东面就是一个50米的毛边 就是泳池有6条标准泳道 延伸到二三旗那边有一个新泰湖 这个是经测地循环过滤系统的 所以它24小时就相当于活水 就不容易滋生蚊虫 整个东西我觉得我是很欣赏的 因为我们曾经在我们自己的片段 也介绍过这个发展商的之前的另外一个盘 已经在说最新的一期二期 都是十年有多的楼历 但是你是随时随地去 圆区里面的园林陆化都打理得非常之好 而且它该喷泉的地方喷泉 不会像很多发展商可能收了楼后 可能节假日跟你开一下 限一是从来没有水的 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说的水是 我觉得都很值得期待 还有整个小区有一个大型的园林跑道 就是这一圈和小型的园林跑道 加起来就是一千米 平时日圆饭就可以到小区那边散步 散一两个圈都已经足够了 就是听说那一千米是不走回头路的状况 已经有一千米 嗯 还有室外的配套 那个位置有一个室外球场 室外球场 就是公共配套幼儿园 就是这个位置 幼儿园现在还没起的 现在还没起的 它是属于二三期的工程 到时和二三期的工程 即是和二三期的一起建 嗯 其实现在说的那个泳池暂时 也是还没起的 是还没起的 因为都是属于二三期的工程 二三期的 到时一二期会练通了 嗯 还有我们整个小区的整体楼距 都去到八十到一百的超宽楼距 所以它才可以做这么大的泳池 以及做这么大的生态户 嗯 明白 现在我们一期建好就是一栋 一栋二栋三栋四栋七栋十八十九 其中三四栋是大蒸庄的 其他都是以无杯为主 现在我们是亚俗推入第三栋 九十九栋和一百二十四栋为主的三房两厅 大蒸庄 就可以即买即入住了 嗯 即是其他我看到已经是很多家座楼了 还有我们在小区里面都看到很多的业主都 都三百 对 下来带十元仔玩 这样 就等于现在这些都是已经 立即搞定 可以立即搞定了 是的 是的 因为现在很多香港的朋友会担心 经常听到 哪个发展商有爆雷 哪个发展商资金链又有问题 都很担心自己买的一手楼 会不会收不到楼 还有收楼的时候交楼标准会不会减倍 因为这里比较好就是可以看室秘的 是 如果你喜欢 比如是有二十楼的 我们直接可以上二十楼那边看 嗯 即是买哪间 可以看哪间 我想问一下 现在其实是卖什么价 现在我们三栋推出九十九 它有一口价 就是有一间八楼 一万七千八戏 即是已经有一些指定的特价单位 已经有一口价 那正常的均价是多少 大约是一万九到两万一左右 一万九到两万一的均价 因为这个盘 说真的 如果是找便宜货 这个盘就不是 一直都不是走这个路线 包括疫情这么久 发展商的价格都非常坚挺 一直都没有说过价格 现在因为他们马上商场就要开 其实后续还会有些公寓货 现在是住宅部分的美货 算是一期的美货清盘 是清盘 是的 我们刚刚来到这里介绍了一个 全中山我第一次见到的 在高质楼层造的销售中心 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项目的区位和沙盘 正在后面就是我们大的商场 这个商场是将来很快 9月8日开业 我们到时都会安排时间 过来拍片 尽快展上给大家看一看 我很期待他的商场和健身 是吗 因为我听说他的健身很漂亮 我看过他们室内的装修图 是吗 所以我没有进去 好了 我们今集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将会带大家 去现场三栋去看一看示范单位 是的 继续可以留意我们的视频 看看这个项目到底值不值得 大家去考究一下 是的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的电话是93.8 9252 亦可以加我们微信用 我们看现场 这里有样东西可以眼见为实 买哪里 在哪里 是的 最重要的是它在21楼 我们在刚才说的沙盘位置 我们这里可以现场指示给你看 是的 是的 那我们今集就到这里 好 那跟大家说声 拜拜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是樊月顺盆阿Fred